往下以吃到材材料的時候 按自己走歸零 這是他的應用方式 那主要停 他這邊有分段數 最多是以八個檔位 他一次下降多少距離 哪一個 他如果下降的話一次下降 最小距離是 下降下降的話 如果我們今天是以低速的話 按一下是以0.1 0.1厘米 對0.1厘米 那如果今天是以高速的話 下降還是就是0.5 0.5 對他下降還是0.5 好 那這部分的菜單 我們就不要按到他 因為裡面是所有機器的參數 或者是手柄 手柄上要記錄一些東西 我們這邊都不要一直做 做選區 好 這個確認鍵 他有很多功用 就是假設我剛剛今天 你有試好材料表面的中心 我按一下他 他會幫我移動到原本的位置 我剛剛設定了加工零點 好 那他也有確認或者是開始的動作 那這裡有一個手動模式 手動模式的話會在螢幕的左下角 他有分連續 現在就是我按住 他會連續作動 如果我今天切換的方式是步進 那按一下就會幫他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的走 正常他自己按一下 按一下走一步 那 移動的速度的距離 一樣跟我跟高速一樣 按一下就是走0.5 高速是走0.5 如果今天是走低速的話 按一下就是走0.1 好這是手動模式的步進的方式 再來有一個距離 我可以讓他按一下是走多遠 假設我今天要讓他按一下是走5公分 我就設定50 速度拉這個動作 G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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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y��